Hello 我今天要来开箱一样东西 因为我一直想要买这个东西啊 想很久 可是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不过呢 以现在最新的技术已经到了 不用再去做更新 你只要手机可以跟它直接连上网 不过就是还要经过一个APP 透过那个APP 然后就可以连接这台机子 这样子你就可以 以后都不用再去担心说 还要拿什么记忆卡 下去做电脑的更新 好 刚到货 超开心的 不过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配件有哪些东西 所以呢 我就想说为了保险起见 不要买到重复的 我先买它的主机 然后看看它附哪些配件给我 之后呢 再看看缺什么再买 也只能够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买一买起来可能 也 都快要破万了 可是如果它可以 就是用很久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啦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了吧 我一边在做面包 有看到吗 我的 我现在在静置那个 面团 想说要让它 自我水解 自我水解 大概二十五分钟 大概只剩十五分钟 大概只剩十五分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刚好来介绍一下 好 这个是缓冲 就这样一个 就是这一台 Garmin Garmin Dry Smart 76 对 它其实有从最低的55到65 然后这是76 还有一款最新的是86 86目前要10900多块 我这一台是8990 因为我是觉得说 76跟86差别是在于说 86那台它可以放横的也可以放直的 对 对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 其实没差啦 我觉得 只要放得下就可以了 对 所以呢 我就想说 那既然里头的功能都差不多了 那当然是 我觉得不用买到那么贵啦 对啊 其实还有一款55的 55的是7490 那我想一想 55的跟这一台 也才差1500块 对 所以呢 好看一下 它里头 这里有封条 因为我是跟Momo买的 我觉得Momo的品质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在生活市集 我没有看到Garmin的卫星道 所以呢 我就想说 好吧 我就买Momo的好了 那我们来拆箱 看一下里头有哪些东西 不要用疙瘩了 我用撕的 免得要是 指甲因为刚剪 所以没什么指甲 用撕的也没有什么 因为它其实有这个蜂窝状 有没有看到蜂窝状 所以你用割的话 你就算想说撕开黏回去 它还是已经有 这个显示了 对 好啦 没关系 就先把它拧着吧 好 打开开开开开开 Made for iPhone跟iPad 什么叫Made for iPhone跟iPad 难道Android不能用吗 哈哈 不要吓我欸 还是说有特别为iPhone跟iPad做 哇 哇 很大一台耶 好 这是它的主机 以我的手的宽度来量的话 大概 差不多一个八度 我弹琴刚好一个八度 哈哈哈哈 一个八度这样子 所以呢 一个八度我也不知道多宽 因为我这边刚好没有尺 等我一下喔 你看它写 这是几寸 那时候好像说6.5寸的样子 对 其实我对这种尺寸的概念 非常的没有 所以呢 我大概量一下 哦 差不多 大概17公分左右吧 对啊 17公分左右 对差不多 就是接近17啦 接近17 对 然后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抠 没有什么配备 没有 没有什么配件吧 所以难怪它会出那个配件 就是叫你还要再勾 哦 有耶 可是它没有 诶 原来它有附耶 哦 幸好我没买 这个 这是它原厂的锡盘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球 这个我要再研究一下 它是怎么扣上去的 对 所以呢 它有一个附一个锡盘 跟一个 这个应该是它的 背盘 背盘夹 对 然后这样扣上去 因为我是想说 怎么可能说都没有附东西 一台这么贵 然后这个是点烟器 点烟器上面呢 它有附这个 现在都是 Type-C 现在都是Type-C的充电 对 不过幸好它另外一端是USB的 那就方便多了 所以呢 这个 这是Type-C的 好 我们现在手机 几乎都是Type-C 然后这个呢 就接上去这个 点烟器 这样子 这是USB 然后点烟器 插下去 就可以用了 然后它的 这个Type-C在这里 Type-C在这边 就是这样插下去 就是这样插下去 对 然后这个的话 我还要 研究看看 这是怎么装上去的 对啊 应该是用转的 对对对对 哦 扣进去啦 对对对对 就这样扣进去 扣进去 扣进去 然后呢 放它去 其实我想要买这个 是因为 我本身车子里头 有一个C盘 我以前其实就是C盘 因为我以前有一台 是Garmin的 然后 可是那一台 非常的旧款 然后每次都要上网去更新 一段时间更新一次 对我来说 我觉得好麻烦哦 然后所以呢 我一直想要这一种的 这种的很方便 对 不过这一层膜要撕起来吗 好像要撕起来的样子 对对对应该是要撕起来 对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可以放在我的仪表板 因为我的Yaris 本身 我的驾驶座 方向盘的前面是平的 对 所以我都放在我的左侧 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去实验一下吗 不然下一次好了 因为我拿的手机 其实我也很难操作给你们看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我买的这个Garmin 76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 然后 对对我还没介绍完 这有个电源 电源扭在这边 有看到吗 电源扭 对对对 电源在这边 所以呢 那这样我就不用再买配件了啦 对 那这个要怎么拔起来呢 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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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知道怎么拔了 他做了两层 你们有看到这一层 这两层吗 这一层是扣上去的 对 你要先从这一个 上面这个凹槽 进去 好 然后 推一下 那当你要拔起来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有两层 你要压这一层 压下面这一层 这样子 就起来了 对 喔 我觉得很很很人心化 非常的好用 对 所以呢 好开心喔 我终于买一台了 不过我是用 我是用分三期啦 因为我想说这样子 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 反正分三期 信用卡又不用算利息 对不对 所以呢 推荐 主机一台 然后这个 我不建议吸玻璃 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重量 所以它为什么不要设计吸玻璃 是因为有时候玻璃会有热 然后这个吸盘有时候久了会怎么样 会失去它那个吸的那个 那个抓力 所以呢 会很容易可能会掉下来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也不爱吸在玻璃上 因为很危险 你会觉得很恐怖 哪天 啪掉下来 一台八千多块就被你摔坏了这样子 所以它后来就是改成 就是用这一种的 我觉得放在仪表板上比较好 对 不过这个我在想着说 哪天我可以拔下来吗 看 这个很用力 对啊 想用力又不敢用力 很恐怖 对啊 所以 奇怪它照道里以前有一种是 可以用裸纹的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 有一种 这边有个盖子 然后可以这样转 然后这样转进来 转转转转转 我觉得那一种比较好耶 然后这个是要用insider insider 有点恐怖 可是我看市面上好像 卖它这种专用的 也都没有那种裸纹 以前旧款的油 好吧 我先介绍它这边 然后我等一下再来 自己试试看好了 因为觉得有点恐怖 好 所以其实它的配件都非常的充足啦 只是说可能是 呃 或许如果吸盘坏掉了 然后你再另外再去买 买一个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样一个吸盘 要卖500多 然后这个背夹 好像 反正这样一整组到700多 就对了 这样一组是700多 对 ok 好 接上到这边啰 然后我到时候开机之后 使用看看 再跟大家看一下 好 好